我的小孩八岁了 经常到我店里面来找我 那天他出来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爸爸 为什么你店里面的眼镜要等那么久 以前我也没有深入的去思考这个问题 我只是告诉我的客人 你的眼镜需要等很久等很久 可能他在旁边听到了之后就问了这个问题 后面我仔细的思考了一下 为什么像我们这些眼镜要等那么久的时间 总结了一下主要是贵 因为一旦一个东西贵了之后 买的人群就会相对的要少一些 咱们学过函数都知道 你的价格越高 你的购买人群就越少 正是因为购买人群变少了 所以这些东西他没有办法大规模批量的生产 导致了他的配套 各种加工机械 他都没有办法非常快的去革新 去应对这个市场 因为他本身也不需要去生产那么多 所以就导致了他生产各个环节都很慢 当然我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一点 他的制作也要求精益求精各种方面 但是我觉得最深层次最深层次的原因 就是消费人群少了 相对于做那种几百块钱眼镜的产业链 他肯定就要相对薄弱一些 就没有那么多供应商或者是说小作坊 去形成一个完整快速高效的供应链 我们店里面这些品牌 大部分无论是像Dita啊 Fornice很多日系品牌 他们基本上都是由日本的那几个大型的工厂 或者是一些小作坊完成的 大部分都集中在日本的辅景线 您经常也听到什么新疆手造都是那一块的 全球除了日本的辅景 其他的就没有像样的非常强大的供应链生产高端眼镜 我们也没有办法 这个是由于市场的供需来决定的 每个年少下都许多过施命 我们 replace track Under Stern 不顾 我 你